各位如果對台灣的財經問題 意見或看法都可以拿出來 表達個人的看法 如果要問問題我是盡量 我會知道我沒的就跟大家回答 如果我不沒的就再研究 問題很多 這樣好 讓我們開始好嗎 來來來 起立 走下去 太多 大家早安 這個我們要說預算的辨桌 米蘇蘭是標題很大 哇國家預算 順序預算也一樣 我們這關理都一樣 我沒說太難 沒說太複雜 簡單說一個成本好的分析 這個比較麻煩而已 成本效益分析 其實我們做上 實際在做或是開工廠的 開工廠的 每一年都要做預算的時候 才會比較了解 比較清楚 那不然一般人對這個政府預算都沒什麼了解 我既然說趕緊的 說完的時候我們可以來對位 Q&A這樣 國家預算 國家預算 在四零年代 五零年代的時候都比較沒借度 比較沒 古鐵借度 那就可以收下一個水 那那個農飛的 飛貨無度的那個高昂 那水很重的 那像路易十六啊 路易十四、十五、十六 那就 開很重的 我們看Ryping food 路邊和那個電影就知道 農民抗水嘛 所以就跑去索尿裡面 把地控這個貴族 地控貴族 那就很明顯了 漸漸漸漸漸漸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國國才知道說 哇 夭壽啊 剛才建政的時候 錢都不夠開 就要建贏 後期一直 一直欠錢 一直欠錢的時候 要給他相照 以前沒有公傑的藉道 所以就猶太人 猶太人最愛建政 一旦建政的 這邊要給他照錢 這邊要給他照錢 不管誰建贏 我都贏 所以猶太人就變得很好 說到猶太人 我很希望我們每個台灣人 都要猶太人的 觀念 猶太人絕對不說 不說 哦 十五歲就退休了 就在等死 猶太人不是什麼 我所看猶太人 十五歲也繼續做 做到有一天 不會穿起了 上帝叫他不要穿起 他才休息 他怎麼 他在 從事自己 在地域方面 從事自己 在地域 如果 沒有戶口的人 就在那些什麼 生理上 生理党 生理長河 人人去打拼 吹牛的賺錢 累積他的財產 我們過去 經常說 哦 減股論的 欺貸 欺貸 都猶太人 不盡然哦 猶太人 他們賺錢 十分錢 都灌出來 灌給他們的教育 教育 把這些錢收收的 來辦學校 請一流的老師 來教他們的主題 所以猶太人 會托車 既然會托車 托車 做高修 在地世界 做法 做地世界的法 各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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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他去賣什麼 不會去那邊 咦 美國怎麼去那邊 我是這樣說 既然我們過去不去那邊 他們就 媽媽就做什麼 檸檬汁 或是 檸檬汁 還是如果 他在 廚房看到的範圍 在外面的路邊 摆著檸檬汁 在那邊 一杯五角 一杯兩角半 七八塊開始就在那裡 買檸檬汁 炭錢 會知道說炭錢的難口 要純粹說 我學校要加多少錢 那個半斤斤 半斤斤的再來 肚子撒傘的再來 要一塊 肚子撒傘一塊 半斤斤的五角 用這樣 你就要用你的努力 來換錢 不是像我們台灣人說 我一個炭的錢 那都不要做 那都請人來做就好 你戴上頭好就好 戴上頭好就好 都沒有錢 我看 戴第一名 真的有錢 我在台中看到很多第一名 李少年也第一名 你春生也第一名 你說 夭壽都戴第一名 不怪他做 做得好做得好 但是做來做去 我們台灣人 怎麼樣 一樣 難怪 看到 帶我們走出一條路來 跟我們誤導 像是愛情要這樣 時侯沒有辦法 因為讀第一名 我們讀教科書 才第一名 一直背 一直背 就第一名 我從來沒有辦法 拒絕背書 拒絕讀教科書 教科書是為了科學才讀就好 考試前一個禮拜才讀就好 所以我常跟這些小孩說 跟年輕人說 跟我們小孩說 我剛才說 我小孩說 考六十分 說懷疑 哎呦 這考六十分而已 蘇富 我叫人問說 妹妹 你考六十分 你覺得怎樣 我不錯啦 有人考九十分嗎 很少一個還是兩個 八十分比較多 七十分也更多 六十分 還不錯 你知道嗎 我同學還有考四十分跟二十分的 我說好了太好了 你每次都考六十分就好 這個教科書六十分就夠了 你要練的是別的東西 屁股屁股到 不用拒絕科書 拒絕科書一名都沒有檢討 要拒絕科書一名都去做老師 做小學老師 國中老師高中老師 如果頭部裡面 大都中華民國中國文化的賽 海市台灣人 知道嗎 我這樣說 意思是說 你們這裡 回家的時候 你們小孩 不能一直拒絕科書 也不要一直看電視 看的時候 看我買到麥基方近視 麥基方拍去 我現在都沒有遠視 沒有近視 沒有老花園 要七十萬 我就是不隨便看錯 但我看錯一定是 陽光光線對左邊來 因為我們生日是這樣 盡量在陽光底下看書 不要在燈光底下看書 說起來現在建設 我現在一直盡量在陽光底下看書 因為我家就沒有電費 我家沒有電費 這時候才有很多電費 才有學法的電費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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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靠正式 有學法的電費 那靠電費電力公司 來 他說 你 大學畢業照 我裡面也有研究所畢業照 他說你哪裡吃過 我都在台大 你們家沒有電費 在台大 你是怎麼打 通知 所以大家都有電費 跟你們家沒有電費 不合法的電 電 因為我老伯就 以前要採電費 一支八千塊就沒有採 所以我們的電是不合法的 對白人的第一條 跟他砍一條 耍來我們家 我高中 二年級開始叫電費 所以我高中 二年級以前 讀書都在白天 我也沒有書桌 也沒有衣 沒有採這個桌 也沒有採這個衣 我一個高中同學 我第三的時候 去到我家一看 我們都沒有採也沒有衣 我就 我就都在桌 桌子上採桌 北京的桌子 坐在樹 躺在樹 什麼 看桌 寫文寫字 他說台大 他很感慨 兩次元 兩次元 第三個去到我家 他說 哎呦 家徒四米 開始有家徒四米 那拋都落到沒有那裡 沒有泥土 沒有那個 沒有我們說很灰 那裡 像是地板而已 沒有窄 沒有椅子 沒有椅子 他到大肆開學的時候 他說 蔡主任我不知道 你們家是這樣的 我家什麼就有 結果我從中 讀書 古中 讀書 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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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都跟我一樣 我是說你用好過好過 結果是那種日子 過一看的日子 這是題外話 我是跟他說電費 說電費 電費 電費 到這裡來 說那個電力公司 很感慨 說 蛤 沒有電費 我投到台大了 所以 這就是說 我們人要認真 我說 我的家族 可能我最像猶太人 不三時就在讀書 不三時就在轉職 轉職的時間以外就是讀書 讀書 時間以外就轉職 所以我大行就在那裡做 家事來說 我都要轉聰音 叫茶 掃茶 轉聰音 就要開火 煮菜 煮飯 就要烤鍋 烤鍋 這次不知道要怎麼烤鍋 烤鍋宅 知道嗎 很多人沒有烤鍋宅 也不知道要怎麼烤鍋宅 你如果沒有烤鍋的時候 你的鍋都一些 黑鍋在那裡 燃燒效率就不好了 這次叫做什麼烤鍋宅 鍋宅 烤鍋 我都可以做下去 所以 大行做 九山魯蟬 大行做 現在 我也很會用手 我用手鑊也不用洗衣服 我都自己洗衣服 就是我太太我也都自己洗衣服 手術都自己洗 所以我們大行大事要做 小孩不能回贏 小孩不能回 想過的貨貨是 要給它挫折 挫折一直沒憂鬱感 我還記得我都 整個開始小時候就會挫挫折 會吃香蕾 吃東西最簡單 最不好吃 這裡外面 塑塑球一直吃 外面都放一些比較重味的 我都吃很簡單 很簡單 別人來都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客人說 哎呦 這邊怎麼吃都沒有醃油呢 沒有醃鹽呢 這樣呢 搭到沙沙的就吃都沒有沙沙 吃健康的就對了 總統一部就說 沙沙沙是很欠的 欠自己 沒有欠別人 安息日的時候 我如果是有很多人 安息日的時候 這親家的朋友來 一手來噴我過安息日好不好 噴火噴火噴火 不是真的小氣 他是對外面人小氣 對他們猶太人都很 很會很空慨 十分之 我會有九歲 九歲把這些錢回收起來 連老去辦大學 我才剛才去Brandease 讀書 劉醫師 我才剛才去Brandease 讀書 有一個教授說 你要讀財政 去Brandease Brandease的財政是一直以為 是forerunner 在美國是forerunner 猶太大學 猶太大學 所以我們日本人 台灣人也一樣 大家真正賺錢 不用去唱卡拉OK 偶爾 這東西收了錢是要去做公益事業 像猶太人人做公益事業 就說 叫這個三恰人 應該猶太人叫這個三恰人 叫這個三恰猶太人 幫助於 提供獎學生 你如果是貸一貸很優秀 我都給你貸一貸 不用錢 你都不用花半錢 提供給你貸到PSD 猶太人 他們的結婚模式就是什麼 PSD拿到的時候 帶好人的女兒 這邊提供錢 去做研究 所有研究是一流的 從我諾貝爾到1970年的時候 甚至到1980年 全世界提供諾貝爾的學者 他的國籍裡面 大概是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的猶太人拿到的 他全世界這麼一千 全世界到六十億人口來說 猶太人這麼一千八百萬人口而已 結果 所有其他的 猶太人拿到 諾貝爾講的其他的民族 所有拿到諾貝爾講的數量 是猶太人的四分之一而已 你看這些民族有厲害有厲害嗎 我剛才說的 漸漸講的猶太人 我們台灣人一定要有猶太人 跟我們民調都要走 這條路人真特色 在學術街 可以植牛耳 人家都要吃農民拿到 都要我們拿到 怪到我們台灣人做生意 也不會像猶太人 但我們台灣人做生意 沒有超過三台 就當起來 第一台賺錢 要不會敲花 第二台就開始敲花 包二台包三台 第三台就軟開了 開了之後 覆覆過三台 你看Lost Child Lost Child的家族 全世界 黃金的計帳都能控制 我們台灣人沒有做到這樣 沒有百年以上的事業 沒有人繼承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人很遺憾的地方 我們這樣是什麼 我們沒有好的宗教師 我們沒有好的精神信用 所以我們這都學習的 我們不但沒有好的宗教師 跟我們沒有好的精神信用 我們去學到中國的文化 最佩的文化 你知道嗎 結果我們都不會進步 這就是我們將來要改革的時候 要聽一個 真漫長一條路 可能五十年做不到 可能一百年以後 我們都看不到 在座各位都看不到 我們才有可能有像猶太人這樣 那東西監製耶 猶太人不是說 我所說 真正廣東人沒有在乞乞乞乞乞乞 有也是有 我在紐約做大特性 我沒有去看猶太人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休閒區 人家是攤到錢 或是說他學習成功 學習成功的時候 學習成功的時候 他們會去度假 度假的所在 有給你擲一個小狗 或是給你插花兩天 這樣而已 我都在工作場口的時候 他就是精神業的經營的事業 精神業做的學術研究 是這樣在拚過所有的人 我在美國特性 優秀的 最優秀的成績最好 都是猶太人 他就沒辦法了 人家的基礎主席 就打掉了 對啊 我們當然也要學這個 不用去學中國人 學中國人是一直向下存穩的 我們如果有美國有猶太人 對不對 猶太人的精神 我們一定是一直向上提升 這個社會者的進步 現在說的 猶太人的時候 猶太人 猶太人 在中國時代 還是文化 學生的時代 還是民主國家 形成的時 他們賺很多錢 他們本來就很欠 欠的時候就 猶太人的家族 聚合的時候 絕對不是說 風花雪月的事 絕對不是說雜貌 不是說外交 他就說什麼事業 喔 沒什麼人 你做什麼事業 你報告一下 他就報告他的事業中 會發電 整個過程會發電 學家 報告他所研究的 這研究的東西 阿爸可以量產 可以做什麼事業 可以做什麼工作 在外交 地學出地學 有一個出資 有經營的出經營的 就交出會 家族事業就出來 是這樣耶 我們不是 這過年的時候 家族聚會 就說一些不良用的話 東家廠 西家廠 大 大 大 遠界的很多 都看一些小事 我們就要看 所以 所以我們聽說 生理害怕生 這就是因為我們的 中國文化的 這些生理害怕生 你說一個 整個 環境都改善 我們有太文化 那個部分 那個油店的時候 大家家族聚會 就說 大家不起來報告 報告他就會做什麼 他做什麼研究 你這個研究 可以量產嗎 可以變成成成業 成業經營的目標嗎 有什麼人可以來 經營這個事業 有什麼人有資金 我缺錢 這年的缺錢 研究出來 學生沒錢 再來就說 有經營的沒錢 但是 這中間有人可以出錢嗎 沒有出錢 沒關係 如果我們可以做這個 好的組織 有好的目標 有好的價位 去油泰銀經營的人 你看 我這裡可以做什麼事 你可以提供多少資金 然後這邊就就錢出來 就去發電的需要 是怎麼做出來呢 所以啊 我們來說 我們台灣這五六十年來 是怎麼經濟 沒辦法一直 繼續發電 繼續繁榮下去 我們這就有問題 我們人也是有問題 好不容易 所以在八零年代 我們大家都賺到錢 的時候 剛剛想說 哇 去中國島主 可以利用那些 扮他的 路鋼 跟那個 不用去用錢 去買土地 做金而已 為了要占便宜 就都走去那邊 產業升級在這邊 推動日子 都是失敗的 然後如果資金 外流 有很多人 失業 失業無份 人家 有很多人去自殺 這都只想自己的 在那邊看 可以比較保險 沒有可能說 經過社會的需要 當然政府政策 有很大的錯誤 這個錯誤 不是對 不是對 生活的開始 是對立定位開始的 旁邊的時候 還在 付這個錯誤 還要 翻比較大的 錯誤下去 就說 積極開放下去 沒有積極用人 積極用人 積極用人已經很慘了 還在換積極開放 所以大家 很多人 很可憐 沒頭路 都去自殺 在那時代 自殺的人 一年沒有超過1500人 跟旁邊的時候 第三年 就超過4500了 超過四千四千五 跟馬營救的時候 一年都六千醫生 四個去自殺 都本土台灣人 沒有一個外星人去自殺 因為我們本身沒有辦法 幫忙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大家都很辛苦 沒有什麼人要幫他救錢 我自己沒辦法 怎麼可能救你錢 不可能 所以 這對我們台灣人的鼻子 講到這裡 講到這裡 講到這裡就好 打吐 我們來講 那個 預算原則 沒有一直延續到前前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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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說 就是 現在 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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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古典學派的主人說 政府多少稅收 這裡花多少 糧入為初 這樣 因為剛才建政的時候你不能糧入為初 就變成糧出為入 這個武器要買 建政一扒後的都都撞回去了 請你一直扒上 一直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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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開 好 現在開始說 沒我們的發行公債 所以在這台建政的時候 英國就發行一個叫做Consol Consol Consol說 我現在你買這個Consol的時候 我沒有行李這個本金 但是我每年每年都有一個固定的律師給你 這叫Consol 你這個公債可以在市面上流傳 但是我現在有錢 買很多錢 好像有你 我就買很多錢 我現在沒錢的時候 才買Consol給國位 類似這樣 我政府不幫你回收 Consol跟真的要存在 那時候開始才發行所謂的公債 叫做Public Debt 所以 這個 漸漸就開始建立這個收支的制度出來 就叫做預算制度 剛開始的時候預算制度也很簡單 就去年 開100億 今年是不是 有辦法來增加100億 或是110億 這樣 因為現在開始有良出維入的觀念 如果要開100億 那時候 市民要加多少稅 稅率要怎麼調高 這樣用這方式 就叫做低增主義的預算制度 很早期很早期是低增主義預算制度 美國的身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身體也差不多是這樣 就開始發行公債 但是後來發見什麼呢 發見說這樣不是辦法 然後去國防部開銷最大嘛 然後國防部去研究說 我們的大公司不是這樣做的 看大公司的做法就說 有一個績效 收支要併列 收多少錢 一定要平衡的 有一個績效預算制度 績效預算制度 後來 這個 那個市民的公司 又發現說 績效預算制度也不是辦法 要去看什麼 你每一個投資案下去的時候 要考慮你的投資內的成分多少 這幾年裡面可以回收 那個效益多少 我如果效益有比 10年還是這個投資出的東西 機械撈下去 10年就已經要 淘汰了 這10年裡面我可以回收這個機械的錢嗎 投資的錢 還有一些理順行修 這個效益要顯現出來 所以就開始有什麼 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成本效益分析 所以後來 學習這個 還沒有學習這個 修行公司的制度的時候 就開始有 崩潰了 就說 這裡面 要 收支邊緣的原則 收支邊緣也不夠啊 有的是資本支出有的是經常支出要算清楚 所謂經常收入 就是說 不三十都有收集的 稅收就有經常收入 資本收入就是說 稅收收的經常收入 跟經常支出 不夠 不夠 整個開銷 我都要去 發行公債 啊 是說 我會有投資出 我之前有投資出的 公司 或是說 那個 那個 公營事業 公營事業 在裡面 有收這個 有賺錢的 這就是我的資本收入 這樣 所以 在我們的這個 一直到那個 績效預算的時候 就開始有 就開始有這個經常收入 跟經常 跟經常支出的邊緣 也有資本收入跟資本支出的邊緣 所以資本支出就是說 我去 用這個錢去做港部設施 空港海港 或是說道路設施 還是說蓋學校蓋公園 這是 政府的這個資本支出 甚至政府有投資公營事業 公營事業要更新他的 那些機器設備 要做到政府 像台電 中油 那些 那些也有資本支出 所以這就是說 經常收入有變略 還有在資本收入變略 在預算裡面 政府預算裡面 就經常收入經常支出 跟資本收入資本支出 這個完全要有 這是我們的講義裡面說的 財政收入跟財政支出要平等 要平衡的這個觀念 因為在 第一次社會財政的時候 發言說沒辦法平衡 1936年的時候 他就推翻古典學派 說政府要每年每年 要收入平衡 絕對無法挽救什麼 挽救大恐慌 大蕭條 大蕭條是怎麼大蕭條 他說古典學派看不到什麼 看不到大蕭條 雖然雖然有蕭條 但古典學派的事 他就是地理上大發現 市場一直擴大一直擴大 所以古典學派有 一句名言 攻擊創造需求 我只要生產出來的東西 我馬上人買去了 家裡一定有人買了 因為在那個大發現 地理上大發現的時候 一直開闊 有很多地方去殖民 所以歐洲 特別是歐洲那時候要不去美國 要不去很強 歐洲的時候他所生產的東西 世界各有都需要 所以 SYS S A Y S SYS 他說法國的經濟學家 他說 沒問題 攻擊可以雙超需求 所以最後 年度結束一定攻擊等需求 不用反而無市場 意思 但這個東西一直到1929年 那個 Depression Great depression 大恐慌 全世界 美國跟歐洲的經濟 崩盤 一直在那裡 就是需求不夠 為什麼 因為工業革命以後 一個工廠所生產出來的東西 是很大量的就對了 不是在古典學派的時期 是用手工做的 你用仿沙機 支部機 那時候都要使 要用人家練的 而且如果做什麼 密信在做的 坐人坐的密信 坐人坐的密信 沒多少 這跟 1929年 改動的時候 開始 簡單的自動化 仿沙自動化 支部自動化 再來 當然密信要在做 要不可以 要完全 做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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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自動化 但是產量很大 特別是什麼 工業產品 不要說衣服 那種其他的產品 像做一個這個 很簡單 過去可能要 用人去吹 現在不用啦 現在 機器都給你 不好都給你做好色 東西關於他就出來 一個一個一直出來 一直一直出來 所以生產人 做到一間工廠 說生產 全台都不夠用 全世界都生產的時候 馬上就都 公過於求 公過於求的時候 凱醫師說 現在不是供給的問題 是需求問題 這什麼 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 這Effect Demand 的問題 有效是Effect Demand 的問題 事實上 Effect Demand的時候 在古典學派 在馬薩斯就說了 馬薩斯就有那個觀念 但是 他說了而已中斷 沒人又拿去 他說糧食會不足 牛市會不足 為什麼 糧食的生產是 算數極速 一變二 二變三 三變四 但是 人口的成長是 集合極速 一變二 二變四 四變 八 八變十六 所以 比較怎麼勢 你糧食生產 絕對不夠人類來吃 所以他說什麼 要晚分 要晚分 我那時候有要相信 馬薩斯 所以我就晚分 我這三十六歲 帶我 三十六歲 敢帶我 他說 男 十五人 最好三十七歲才開始帶我 所以我差不多 很遵守他的原則 我就說我三十六歲才帶我 就是 怕人口 太多了 雖然不是 馬薩斯是忘掉什麼 忘掉技術進步 我沒有去考慮說 我農業的技術也可以進步 農業的技術進步 我們一邊要請一個台大教授來講一個 3G的革命 農業方面的 3G的reolution 他來講這個 所以 那個 砍施 砍施 這次的問題不是說你供給不足 因為存貨過多 沒辦法處理 沒辦法處理為什麼 需求不夠 需求不足 所以他就指定說 不用積極 不用 真正 積擬 積擬以這個古典學派的主張 要收支平衡 他說 在 政治不好的時候 要實施財政政策 大量花 花錢 他說 需求不足 四季的時候 就請做一個工人 公路 握一個坑 一個人去握一個坑 還要添陀 還握一個坑 還要添陀陀 你握一個坑 再添陀陀 算一千塊塊 握兩個坑 再添陀陀 算兩千塊塊 這樣也可以 警察就業的機會 也可以警察 把社會經濟的流轉 流通 這是 江壽杰說的 他說 野浮產的經濟理論 講這 給他批評這點 也浮產的經濟 學說 沒有啦 但是 非常不景氣的時候 這是非常不得已的做法 非常不得已的做法 貨幣學派 就反對這種做法 貨幣學派說 你經濟也 不好 不是 不是透過 黑白開錢 就可以改割 你可以在貨幣政策方面 降低利率 降低利率 一旦降低利率 利率比較低的時候 自然有人 借錢來買東西 沒有什麼 有創新的人 他就 樂意說 你是這麼低的而已 我去借錢來 生產 產品 用這樣的方式 來給我們的經濟 增加這個活力 所以 兩排是不一樣 現在就開始 他這樣注定的時候 再開始 大量發行公債 我們回過 回過頭來看 1929年一歐 特別是 羅斯福 對我們很壞的羅斯福 拜託如果有一天 我們在的政權 羅斯福要蓋 要蓋 蓋名 蓋作 Russia Hard Sale 的這個大道 因為羅斯福對我們不好 羅斯福 他就 用很多 我們的 凱因斯的理論 做很多 那些工作 當然啦 他也做很多錯誤的 經濟決策 所以 他經過 1932年 一直到1940年 也是沒辦法 跟美國 經濟 揪起來 最後 因為 戰爭的關係 參加這個 第四世界大戰的關係 所以 因為建政很消耗 所以就 渲渲 經濟這麼繁榮 建爭的時候 經濟繁榮 從1945年 一直繁榮到1975年 1980 對不對 1970年代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 1976年 起的時候 我只學長說 你來想什麼 我60年來的時候 客戶的電話 卡電話都不用錢 所以你卡哪裡 你卡白公也可以 你卡家賞也可以 都不用 賺錢 都不用 銀貨 我76年 起的時候 已經都要放銀貨 才能打電話 出去 室內電話就室內電話 長路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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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就不一樣 標示說 60年代 那個經濟 好到那個程度 啊 所以 這個 這個我說 本來是良儒為儲的 一直跟卡因斯學派出來的時候 說變良儒為儒 良儒為儒的時候 卡因斯理論 那個 透過 羅斯福的經驗 New Deal的經驗 傳變全球 到現在 為止 這個卡因斯理論 要是很盛行的 所以這邊我們看 這個2008年 疫苗的金融海銷 世界各個都 卯足全力 一直開錢一直開錢 就是卡因斯理論的作用 即使是 諾貝爾講的 經濟學得主 那個 那個 那個幾年 很有名 那個叫什麼名 各位不知道 記得嗎 來台灣 英港過 19 2006年 那個 我2006年 他也說 他也說 美國 不得不要採取 這個卡因斯理論來進行 卡因斯學派主張來進行 政府的支出 擴大支出 所以我們才 歐巴馬起來的時候 他的負債 一直增加 增加到現在有一點所謂 所謂財政 閒寒的問題 就產生了 所以我們希望將來 我們台灣 民政府 台灣政府出來 盡量要量入維除 量出維除 貪官汙利 很大的機會 很大的機會 去 進行貪汙的工作 進行 聖山勾結的工作 所以我們很希望 我們將來要定一個原則 要量出 量入維除 然後 再來 我們 績效預算制度 到最後的時候 因為 成分效益分析的結果 就是說工商界 用成分效益分析 就開始進行這個 計劃預算制度 就PPPS的制度 所以PPPS 很重視 一本比大一的原則 我現在這個計劃買 1000萬買 這個計劃 10年後 就已經有新的東西出來了 所以這個計劃就要報費了 這10年來的 我現出是我花1000萬下去 現在這10年來的 一定要賺1000萬以上 如果賺1000萬以上 我是不會投資的 這是根據工商界的原理 投資原理 這一本比大一的原則 我們政府要就用這個原則 才不會黑白花錢 這是我們後來講的 還有就是替代方案的原則 就是說你現在有一個計劃 要做的是 特別是資本支出 要蓋一個海港 或是要蓋一個 這個 高速公路 你會去考慮說 我現在蓋這個路線有下嗎 我們想說 高鐵 高鐵路線是要怎麼做 高鐵路線最初的構想 是在台北出發 社裡 百里 社裡百里 圓海行 圓海行走到高雄 走到屏東 很元素的構想 那是日本人的規劃 在海邊 在海邊差不多 五十公圈 一百公圈的 所在 做高鐵路線 一直 一路下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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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 這個 高雄 屏東 的 很元素 很元素 那時候 規劃 在1972年 一千 一千億 如果電子化 一百億就開了 一百億就開了 沒做 許勝發 高勝發 這個人 他當時是國民黨的 中常委 也是國民黨的人 他在 1972年 1973年 他請了日本的 工業師 來做評估 說 我早就這樣設計 現在這條路 勾起來 這樣 台上要花多少錢 說一千億 一千億 所以 國民黨一直指定說 要 對這條路線 做一個高鐵 一千億 但是 他是本後台灣人出身的 所以國民黨 並不熱衷這個東西 他說 不然我們來做電氣化 鐵路的電氣化 這要鋪散這條鐵路的電氣化 電氣化 高鐵之前 如果是電氣化的那個快速路 一百億就開起來了 都不用 不用 這個 這個 主廠都不用 一般規劃 他都不用 國民黨都不用 總共都沿線做電氣化 做電氣化的時候 他估計 他那個 一本比 大概是 大概是2.0左右 都高估 都高估 2.0左右 並沒有替代方案 研究 那個改動 我剛才在行政院主席處 做一個 研究人員 我有寫很多報告 我說 應該不能在鋪散 做 電氣化 因為他沒有 可能就說 你在鋪散 做電氣化的時候 整個交通 都溫下來 整個的交通都溫下來 你評價到 評價到兩邊的車輛 也都溫下來 所以這個東西 要把 評估它的社會成本 Social course 都要把它放下去 放在我們這個 整個建設的成本裡面 時間的浪費 你都沒辦法 而且 你錢開的時候 只有一條線 你如果是這錢 開對這個 快速路 一百億的時候 我們就兩條鐵路了 我的報告來 你說一旦發生 建政的時候 你這條鐵路不通 那條鐵路就會通 你就不用擔心 但是我的主管 你這個案 不可以拿到 獎金五看 因為獎金五看 行政院副院長 說不可以拿去看 結果說 沒有 提出來 很可笑 後來 電氣化後的時候 發現說 還是沒有辦法達到目標 目標是什麼 說台北跟高雄要多少 要多久的時間 兩點鐘以來要達成 要告他 有喔 沒有 之前要從台北開 跟高雄也要四點鐘 所以整個 鐵路電氣化 計劃 鐵路電氣化 是失敗 是失敗 這土地 這是什麼 土地 這是什麼 土地 這是正商勾結的人 我跟各位說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 喔 這個 蔡英國很厲害 創一個 十項建設 鐵路電修 他說 十項建設 沒有很多人說的 在我的眼光看的 沒有很多人說的 但我們傭丹人 都很討論的 電氣化的工廳 作用費用 粗粗的蘋果是50億 造成一年半的 財務費花料 一百十億 超過我跟他說 在西方做一個快速路 快速的那個 日本的行甘線 你說的快速 快速的鐵路 超過那個計算 一百十億 這面怎麼 結算起來 這面三檔 四檔 完成的時候 250億 250億 如果說 做起來了 電修之後的時候 台北跟高雄 兩點而已 到達 結果四點半 要成功 不成功 也有人說 有一個高速公路 多好多多好 高速公路也花了250億 250億 變成高速公路停車場 為什麼 怎麼說是 雞人 跟這個地方 人口 幾千萬 兩線道跟四線道 一蓋子跟高速公路 我在美國回來 一九七九年 我在美國回來 做一個 國光號 在台中的時候 蓋子跟高速公路 我看 軟體也不好 營體也不好 那個那個 路標 字都很細節 那個人看不到 你三個近的時候 我要上 要左轉右轉 不對了 來不及了 你看 你看 有這種規劃和設計的 和執行的 都失敗 說個笑話 要進行高速公路的規劃和建設的時候 派一個 康毛 帶鑑林書 去美國 考察 考察美國的高速公路建設 這個人 入飛機 在紐約 入飛機 就問 跟他們認識的 台灣東雄公 說 這裡有 女朋友開嗎 這個人 平不清雲 做得很大了 做得很大了 你看 這種人 他們在考察 所以國光號做得很壞 效益 對賺錢的說是有賺錢 但效益不經常那麼好 經常出橋 不便 高速公路停車場 台中港工業區 台中港的計劃 要比較失敗 文化貴 說台中港起來的時候 創貨的時候 到1991年的時候 他的客戶突出量 跟多人買這個 台中港工業區 可以 人口的錢 增加到50萬 我1976的時候 社群研究報告 我帶學生去台中工業區 去做一個調查 說 那都是紙上所有 都沒有一個 可以達成的 跟這個 台中港人口 沒差距50萬 1991到現在 我們已經過多久了 過20幾年 人口沒差距50萬 說什麼 說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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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突出量 會跟基隆批坐 有嗎 沒有 沒有人在那坐 沒有人在那出 出錢 現在說 陸客要對那來 也沒有多少人對那來 所以 建國教育是完全失敗 都花錢而已 所以說到這裡 聽到一邊 聽到一邊 再來 我們說 我這樣說不清楚 我一點鐘起來了 沒關係 說不完 再來 我們的財政收入估計 這個估計 有經常稅收 經常收入的估計 資本收入估計 財務收入估計 那是不得已的 財務收入來 彌補 缺口的 所以經常收入 就是主要在說 水 各種稅目跟 稅收 稅利的問題 會調整 資本收入 就是說 看你是 自常性的 資本收入 就是說你做 做一個 對那過 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人 每一台車 對那過 時 九十塊 或是我們高速公路 做下去 每一個 高速公路的 收費站 收四十塊 這是 資本收入 經常收入的 估計 這很重要 這是每一個 財政局長 還是財政部長 在年度 要開始 進行 要做預算 變成預算的時候 一定要去評估 有的 評估你 上個年度你收入多少 下個年度你大家收入多少 在稅利 稅務 都沒有改變的 經營之下 你會收入多少 你的成長率多少 因為什麼 經濟是一直成長的 按照你說 都不要做什麼 這個經濟體系 都不要做什麼 只要人口增加 你就是 國民所就 就會增加 這個問題 你要知道 這是基本原理 這是最原始的基本原理 比個例 比方說 Robinson Cruzo R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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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螺記 這個 這個故事 Rubin 起到一個 孤島 沒有別人 沒有別人 他的國民所得 是什麼 他的國民所得 是說 他每天 去搬 椰子 來吃 那個就是 他的國民所得 這個孤島的經濟 就是 他的國民所得 所以他一天要吃 三粒的椰子 萬 北京的萬三粒的椰子 那就是他的國民所得 這 一天三粒 一年多 一千 成三百六十五天 一千零九十五 一千零九十五就是 他的 他的國民所得 那個孤島的經濟的國民所得 咦 現在有個星期五 Friday 哇 算我漂流到這個地方 咦 在你的心 他國民所得多少 他這就整個 一千零九十五顆 的椰子 乘二 就兩千零 兩千一百九十顆 那是他的國民所得 這樣對不對 不對喔 那不對 我相信不對 因為什麼 人家分別 北京去搬椰子 想接一天 可以搬什麼 為什麼只有採三個 他要採四個採不到 蟲很擠 它頂頂 一直啪啪啪啪 所以現在我們蟻三個多夾 這樣 就 羅密時比較聰 說 你 你 腳下八千 你買去 我 在這裡 收費 有煙 蟲就跑了 你就要蟻六粒 以上 六粒 我們兩個多夾 但是你會蟻九粒 你想想看 一天蟻九粒 本來蟻六粒變九粒 甚至蟻十二粒 做十二粒 就二一九零乘二 就四三八零 所以國民所得 透過什麼 透過公共財的提供 他就可以 增加起來 現在 如果傷害人的心 要有 再增加 比怎麼更多 不是比例的 不是一對一的 不是 one to one Mapping 特色號就知道 不是one to one Mapping的東西 所以人家在增加 就是都沒有什麼東西 國民所得 就會增加 現在我們用這個原理來看 經常收入的稅收 是按照你 人口的增加 我經常我的稅收就是增加的 這樣就你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評估 他的 他的那個稅收是怎樣 你知道嗎 每年每年的稅收 今年的稅收 會等於什麼 去年的稅收的 關係這是代理的 這是增數的 這比是增數 根據你的國民所得 這古年的稅收多少 會有今年的關係 這個今年國民所得有可能推估 他的成長率是多少 那麼我可能這個也是代理的 這是代理的 現在應該是代理的 這是代理的 所以我們這裡就你 我就會增加稅收的 即使稅制稅率都不改變 稅務都不改變 稅率也不提款 就是我國民所得成長 我稅收的增加 特別是營業稅 都會增加 用這樣來評估的 如果我們看國民所得這個東西 國民所得一直在波動 一直波動 它那個年齡值是一直這樣波動 這是GMP 這是T 時間 這是年度 這是年 這是GMP 但是國民所得就是 這樣 這是實際值 這條筍是實際值 就是說 它有很多點 很多點 冠冠 我們現在 看一個 做一個 劑量分析 的時候 就可以找出 這個點的管理 前後 它是有時候 景氣繁榮 衰退 谷底 負輸 繁榮 衰退 谷底 負輸 這樣 做而負實 做而負實 做不到的比他睡得太久 所以收起來來睡 他就這樣落下落下 錢放進去銀行 這東西 摺桌吃 現在又好起來 砍個倒數 你一年 一世人探兩坡就好了 一世人判斷正確 他的趨勢判斷正確 探兩坡你就吃不完 這是很重要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買股皮的時候 喔 正在炒 炒到這種 喔 過去在這裡叫他買股皮 沒有沒有 沒有 這個股皮我就不會做 現在大家都炒股皮 炒到這裡 800點 買到 8000點開始買 8000點開始買 賺到一萬2000點 結果滑下去 哇 搬下去 變200到2000到50點 再三了了了 有喔 有人這樣嗎 我知道 我在鄭家 看到很多人跟他挖 有一個生 落來默ón 我正在 補了然後 家庭不能 曾經 當下三伯六 一直買 一直買 覺得撈 إ enorm 變強 最近講 證啊 因爸爸 待會兒我們東芯,我們東芯都不知道有來不 國泰人壽這個股票,買一千七百塊的 夭壽了,起到一千七百五十塊而已就落了 落到相機是多少 不要說他變成國泰釋法 要不變成金控以前,相機到一百塊 一千七百塊,落到一百塊的時候,有多少 一千六百塊 哎呦,那就是這樣啦 不知道這個趨勢,大家在炒國標 我說一個,我說一個實際 我不是人在美國 八百點的心 我看著說,貨幣公租的成長力 M1B 連續三年兩個數字成長 第一年是10% 再來20% 再來50% 我看著說,我有51% 我這個人很Q,很缺的 我也就卡電了 我卡電了,我姐姐姐 我一個火子 一個火子 把它閉起來 標起來20萬 他說標起來要什麼 我說標起來去買那個南港輪胎 南港輪胎那時候四塊半而已 比較沒有五塊 他說我不要賣國標 我去美國進行 我出國進行 不是帶你去開大 那個有一個徐老師 是我們那個國小老師 退休的 我帶你給他食材 你去找我的丈夫 把他買四萬國起來 我買去那邊,我買賣 我說你不用賣 你把他食材都抽屜 三年後我回來再處理 我這個人接著說 蛤,你買五塊 你欠人會一百萬 日式當中都這樣 每個月都要六千多塊日式 那補起來他就去行 你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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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跟廣告說去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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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想我只要這樣 八百點不是吧 好 大家在買股票買到我們想說 賺到錢說這會買的會買的 我快點八千兩隻 八千兩隻 自己拆到老闆一隻的時候 不夠 各種的舊錢 在這裡都有賺的 有賺的時候開始舊錢 這隻不知道要拿的時候 不知道要下車你知道嗎 賺到錢不知道要下車 煩到這樣 一個緩轉向下的時候 他的錢跟他用的舊錢都要下車 差不多這樣 你看 差這麼多你看 要是我都變叭座了 在這裡跟我說什麼 來我們家說 靠年女說 就是我沒賺錢這樣說 就是我沒賺錢這樣說 我賺我老爸沒賺錢 我說你不是說 你沒聽我說 你沒有賺錢 你沒有想這個 在這裡是賺經濟 我賺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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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賺錢是賺蚵子 我賺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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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賺錢都沒有人想這個賺蚵子 賺蚵子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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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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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賺蚵子 我賺蚵子 輸胎子 輸胎子 輸小人 我到哪裡都 到哪裡都入一本車 去到哪裡都入一本車 入到 後來這 地上拉一拉 這個人 大人在講話的時候我就拿去看 大家都說 這是輸胎 我聽說 像我 如果長媽媽 要去我外媽那樣 我也是都帶一本車 我如果長跟我阿嬤他們講話 長媽媽他們講話的時候 我想那講話都沒用 沒用 我不是在拔 拔我車 所以 大家都說我輸胎 長媽媽也都說我輸胎 所以我說什麼沒人聽 我第一次出國的時候 跟我們阿嬤說 他在國語日報 台北一個國語日報 蓋一片房子 我說阿嬤阿嬤 這家房子 阿伯會蓋很大的價錢 你現在如果有這種困難 你告訴我 不用對事情就像 我去人家當事頂 我很熟 我來告訴你 可以用在家去貸款 就不用去賣房子 聽賣一片啦 哇 說在這裏 半年三 去大街的時候 說 有一個流氓男民說 我有墨錢來說 這裡都自己賣 真的都賣一片 賣一片的時候 哇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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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波大賬的時候 他就萬壇 萬壇 萬壇說不聽我的話 這是我 鄉親的阿嬤 給我八歲而已 我五歲也萬壇 我買去廟大賣1976年 我去美國大賣 我去廟大賣的時候 她送我一張倍五千塊的 我很好 對我不錯 我又包一個紅包 我講 阿嬤 你如果有錢 要賣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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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 去賣多少 去賣五千塊一平的啦 賣差不多三千平啦 哇 大賣大賣去到一百萬的時候 要這麼幾萬 我1979年回來 又沒什麼去 過去年的時候 哇 大賣大賣去到這樣啦 結果告訴我 喔 我那時候聽你說 我要這裡補了啦 啊 代理喔 賣不出你啦 所以喔 買地 買房子 要看location 我台東港路上來不在聊 因為什麼 一百米的設計 一百米的設計 曾文普甸在建設的時候 把縮住八十米 市民都去抗抗它 我以前剛才大家打車了 學生也說 喔 不好 開車看的時候 怎樣怎樣 我最會說 八十米不夠 沒幾年 台東港路就搭車 一定一百米才有夠 大家都不相信 這裡八十米在搭車 比較像這樣 因為台東市是一個很好的居住的地方 貼好人想要去搭台東市 沒人去搭台北 垃圾去 啊 中國在不怕垃圾 所以喔 中國閃 腳踏 沒關係 我是不可以搭台北 那是不得已才搭台北 好 法規正傳 現在就說 收入這部分 GNP是這樣喔 GNP的儲存 大家要給GNP儲存很優移 在民間消費 加上民間的投資 加上政府的技術 加上貿易的 損差 貿易就是出口進口 其實民間的消費 民間消費是受到你的利率的影響 跟個人所得的影響 這個Y就是美人所得 美人所得就是我們的GNP 除以人口 population pop 人口 我們美人所得 啊 再來 也是你的影響 跟你的GNP 就是GNP 你將來的GNP有展望嗎 影響 這東西是政策的所定的 分成 就是政府消費 跟政府的資本支出 就是政府的資本支出 而且如果在裡面 X這個東西就是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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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的東西 出口的東西 會受 匯率的影響 跟什麼 世界各國的GNP 剪掉什麼 台灣 我們台灣 再來就是 減掉這個 淨口 這是淨口 這是出口 這是受匯率的影響 跟什麼 淨口是看我們台灣的GNP 這是台灣的 這很重要 這個觀念要有 所以 這個美人所得我就介紹 有時候在這裡是美人所得 美人年度所得 平均所得 這都可以去衡量用 激量防塵室來把激量的方法來計算出來 這是從有效需求來看 從有效需求面 從社會支出呢 整個社會支出面來看 你怎麼看呢 你怎麼看呢 ZNP水中開對下去 開對消費 跟什麼 跟儲蓄 開村的就是儲蓄 跟去納稅 你所得 納稅意 就是消費跟儲蓄 這是相當的 從你的支出面來看 你開在 納稅 過來就是 儲蓄 還是 還是 落水後 就是 消費後 消費 現在就是儲蓄 這是等式 這是等式 當然 這裡你也 可以說 這個東西 就是說 C就是 I到Y 儲蓄 那儲蓄 I的影響最大 你如果管 我比較要儲蓄 定存很多 這次定存 差20條 到 將近25條 不是定存的 差10條 台灣現在錢有夠多 所以就是說 高評跟百年三億 都落不下 跟這個有關 就是寬鬆貨幣政策嘛 所以 是一個政策變數 跟這個一樣 跟這個政策變數一樣 就是說 政府要花多少 就稅稅多少 所以在這的時候 你看這個 橫維士兩個 橫維士 把 消除I的時候 消除 消除 不是 消除 這個東西要是相當 按照你就會相當 如果不相當 消除C 所以 S-I 這個代表民間 超乎儲蓄 再來 T-Z 這個代表這個 所以說 如果代表政府支出 對政府儲蓄 等於什麼 等於就是 說 我們的 X 括號 前 M 括號 這個東西 這個代表 也小於0 不會這樣 就是 那代表就是經常賬盈餘 經常收入 經常賬盈餘 經常賬的盈餘 如果小的0就經常賬盈餘 那個虧損 那個赤字 也當用赤字虧損 我們在1980年代的時候 1980年代 台灣人投資 意願不高 所以 除夕大於投資 政府本身 那年蔣經 我時代的時候 他都緊縮支出 那時候稅收很豐富 他們那時候在成長 那個速度成長的 那個速度成長的時候 那個快速成長的時候 那個稅收都很充裕 所以我們經常賬盈餘 很大 但是跟200年以後 情況相反 所以國際收支帳的時候 我們這部分是經常賬有盈餘的 我們的資本帳 我們有大的零 所以資本帳就小的零 資本帳 因為那個 那個 國際收支帳裡面 我們就早期的 我們就是很多資本流入 這幾年以後相反 經常賬的時候 如果赤字的時候 如果赤字的時候 那個資本帳 就有盈餘 就有收入增加 但是我們那時候資金充裕的經常賬 已經累積 兩三千億的這個外衛存體 所以就開放 資本流出 開放資本流出的時候 國內沒辦法資本形成 沒辦法產業升級 才會造成這幾十十年來 台灣的那個經濟 整個的一直往下沉穩 技術沒辦法更新 競爭在哪裡拿著 當然是拜什麼 拜這個高科技的 館的高科技 我們早期的發展 很多人說 那是李國庭很厲害 沒有那個事情 不是這樣 因為他是主持什麼 他在行政的時候 是主持科學 科技方面的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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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官司 還是說 那個 國外 國外 方面的 那個 彈尾 還是美國 國文 跟他講 美國在 第二次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已經發展 很好的 以後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已經發展很好的 電腦技術 各位 如果對這 我們比較有研究的時候 就知道說 1940年代 現在IBM已經開始研發那個 計算機 所以我們在 那60年代 就開始有3M 就是這樣來 因為發明計算機 透過什麼 透過 我們那種 那種 疫情原理 0到 E那個東西 偶數那個東西 去 做那個 代號 最早期 我們punch card 我們打卡才可以 把那個卡片 錄進去電腦 去做計算 那個計算機 是這樣出來 他們的研發 的速度 在國防 國防的技術上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沒有開放民間 他們暗了 到現在才開始開放民間 一部份一部份 流出來 讓民間 民間做 而且 想法是有 一個地方 他幫他做代工 要找到的時候 他可以幫他做代工 比較理想 找台灣最好 因為台灣 我們的人力的所值很高 因為日本時來的時候 我們就 市值率就百分之七八十 國防來的時候 當然他也鼓勵大家去讀書 然後我們 受教育的比例很高 想就想就大家都國衆比例 如果國衆比例就差不多可以看英文 簡單的看 有 就可以操作 特別初期 你做這個電腦的時候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CIP 你做CIP 你只要眼睛眼力很好的時候 你就做CIP 很多 台北地區 有很多人做CIP 那時候是CIP 那些東西 我比較外方 但那時候到處都做那個工作 我還記得 我還 我還想 我還要 我還要十歲才 國中 他在那裡 出商 他們就 就去上班 就去那個電子公司 去做那個工作 那當然就開始發電池 前後 電腦技術 他就突然問進的時候 我們剛才搭上那個 搭上那一部列車 所以 經濟才會說 這樣 情況還 情況還不錯 但你要 在這位置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那個 高科技 要是在做台工 不像我們韓國這樣 他自己有品牌 要這樣管理就是什麼 中華美國無心 建設台灣 也無心 要把台灣創好 他如果有的時候 他會可以 早期 我們比他更強 我們就在材料科學方面 著墓 結果我們都沒有 那韓國他在材料科學方面著墓 的時候 他自己就 他可以研發一些關鍵性的零組件 他可以掌握 各行各業的那種關鍵性的產品 這樣他就可以贏了 結果另外就說 他發展中工業 我們台灣就 國民黨的心 沒有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也 沒有登記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也沒有在發展那種 像韓國現大規模的 中工業 所以我們台灣經濟 我們怎麼賣 這是好法 說經濟實在建 複雜的 過去我們說 經常支出資本支出 跟稅務支出 這個計畫 經常支出比較簡單 經常支出就是說 我們的政府 要立什麼 像說請一些員工 請公務員來做工作 要給他薪水 這就是經常支出 也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辦公費用 經常支出 經常支出 一定要用經常收入來彌補 如果不足的所在 才會說 才會用公債 通常經常收入 RB經常支出比較大 才可以 集完資本支出 就是經濟結石 硬體建設 很方便 至於稅務支出 台灣花很多錢 就是 補貼 最早期的時候 國民黨剛來的時候 補貼 中國的企業 那就是台灣沒有企業 他們接受日本的日散 或者接受日本政府的工廠 或者民間的工廠 都發佈他們的人去發佈 結果就補貼 用錢去補貼 現金補貼也有 用地利貸款補貼 有 就是稅務支出 後來日後 最有名的就是 獎勵投資條例 在1960年開始有 將來 投資條例 那就是稅務 稅務支出 稅事支出的部分 獎勵投資條例40年以後 再改變這個 產業生理條例 產業生理條例 10年以後 再20年以後 再變成 產業創新條例 產創條例 接著做的就是產創條例 一直跟產創條例 以前 都是個別產業 跟個別企業的補貼 跟產業創新條例 因為 這個我們一般的 學者都一直跟他翻譯 不能偏向工商業 一定要照顧農業 才把農業放下去 2009年 產業創新條例 出來的時候 才把農業這個行業放下去 但是農業已經延年一時了 它是有價位 有價位 所以我們看現在的農產經濟的破散 我們民進府 跟其他的單位不同 我們希望將來 農業創得很好 創得像紐西蘭 因為一個人農事 我們要做農夫 我們農業的 我們做有機 無毒的 那種農業的生產 我們也要補貼農業 讓農業生產的東西 完全消去日本 日本就不用 用那些大精神 用那些大成本 去生產農產品 同樣一個米出來 我們這10塊的成本而已 台幣10塊 如果說成3倍 3倍 3倍 賣才35塊 在日本 但 日票 這多少 35塊而已 但日票 在日本的這個米 可能賣到300塊 你想看看 我們如果要生產的米 我們要生產的成本10塊 賣到20塊 還是賣到30塊 30塊 它是賣3.5105塊而已 它賣到200塊 就賺錢了 所以台灣的農業 做好 來 完全消一份 我如果在大日本 地國的 那個 當年底下 你起床 你都不用是要賣農產品 我也沒辦法 你也不用跟家說 我就要 我可以保守農民 我用國中辦法的保守農民 讓大家都要去做產 大家都有農業技術 生產出來的水果 米 所有農產品 都消一份就好 讓一般吃乾淨的米 我們賺錢的身材再賣工業 三千塊 當然不是說 我們就沒有發電工業 但是發電工業 昨天沒有毒的沒有煙的沒有廢水的 那種的工業才賣 這樣才可以 讓我們台灣變成真正的一堆漏土 一堆漏土 所以再來我們就說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首先就要分析說 我現在做導師的事要花多少錢 實際我要花多少錢 實際要花多少錢 這個成本的工業 成本的估計 有那個工資 那個工資 他牽著 就是說成本的限值是多少 C C是成本 在這次跟那個GNP的不一樣 C這個一個成本 我們用PV PV的概念就是 限值 Present value 現在的價值 現實是把導師一千萬下去 就是CPV 是第一年 那個 我們現在我們現在都把 因為現在剛才有放一千萬下去 但是 後續 我這一千萬塊導師 但是沒有馬上開掉 第一年可能要花多少 第一年是 第一年是這樣 他加利率 這利率 叫做利率 就是社會偏好 社會偏好利 利率就是 這什麼偏好 對現金的偏好 就是Social Preference 社會 偏好利 對現金的社會偏好利 就是利率 叫做Social Preference Rate 所以這個第一年 所以這個第一年的時候 應該怎麼說 這年是用0 0 再來 C1 在1 1 再來 C2 在3 2 告訴說 30 所以C30 1加I的 30年 這樣 不知有我們的 講義上那個 三個旬 這下的三個旬 是這樣 T等於0到 30 1加I去除C的T 這樣下去 這是我們的 橫樑市的 把這個還原 我們想說 我們這倒注下去 可能第一年一千萬 但是再來 維護費用 每年都要 50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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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的意思 你要讓這個機器行善 燈檔的時候 你也要花一些錢 也要油 還是說維修費用 或是說 你要行善的人 要港錢什麼 放在這個地方 總成文 跟算起來 差不多是 一千萬 或是說做一千萬算 開開來做一千萬算 這樣 所以 再來就 我們要考慮說 我這次的時候 我的效益是多少 這30年以後 我可以收費費費是多少 效益 同樣 米0 剛開始 沒什麼行善 沒什麼效益 要完成嘛 再來 第二年 米1 這樣 一加 第三十年 第三十年 米30 一加 I的 30 什麼算就是 t等於0到30 這是 一加 I的 這還原 這還原成限制性 的那個 t 這個 米的 t 這個 一樣 所以 教室說 這個導師 會做你 不會做你 就要衡量什麼 我的米PV 是不是 米那個CPV 比較大 要米PV 除以 CPV 要大於 2 這才有效 這個東西才是有價值 有導致的價值 你說很理論 什麼都沒有 我們要給他一個例子 買一間 你是怎麼買一間房子一千萬 你買以後 還要加什麼 家具 裝潢 廚具 可以買 再來什麼 你不是這樣就好 接電接水 就要水費 電費 你才可以 在那裡生活 所以 你的成分 是這樣 成分 有這麼多 當然是 他家為主 就是說 開在家 方面的 裝潢 做天花板 拼杜 要修理 這樣 開開 大家想說 30年 我花一千萬 或是 我現在 粗粗買這間房子的時候 雖然說 總共要一千萬 但是我這裡買這間房子 八百萬 就說這八百萬 這樣 就算了 其他還裝潢 有的沒有 買之後才開始裝潢 還裝什麼 還開始 都說一千萬 有那個鑑達就沒有 有的鑑達看 你這裡有鑑達嗎 你費收的 你租金 你省租金 這就是你的省租金 你才買起來可以打下去 即使都沒辦法 你也可以留在那裡 省一年的租金 再來兩年 再來 最後一天 最後一年 你賣掉的時候 這個鑑達多少 是不是兩千萬 有兩千萬 記得嗎 如果有的時候 把它還原出來 一定 這個BPV一定帶一千萬 類似這樣 但一般來說 大家都有貨幣換掘 不知道通貨膨脹 所以賣掉的作用就是 它保障 在通貨膨脹過程裡面 它在起價 保值 就是 那作用在這裡 作用在這裡 所以你會買一間 就是 因為 在那裡說 十九月 十九月 每年 每年 都讓你生一些 租金出來 你不用去 賣租金 自己的家也要 封關的關係 這個好處 最好賣掉的時候 可能兩千萬 可能三千萬 可能四千萬 這是怎麼大家都要買家的觀念 我待會台灣的家 去到太陽 台灣的家 沒有那個實在的價格 那都超過 我們的 使用的價值 古節就來講 我在 1980年 買一間 沒有發現 沒有發現 我買一間 那就是 我要買的第三間 房子 沒有發現 我要買一間 房子 我 要買一間 房子 我負債 都要50萬 1984年 現在 就已經30年了 1984到現在 2014 2014就 續續30年了 1984的時候 我已經之前買兩間 房子 我已經負債50萬 我這間房子 一定要買 我沒有發現 還負債50萬 你買過 再去美國 進修 我 我太太 就去擔心 不吃不睡了 說這個人 一旦我頂了 就要做 好 就跟他們姊妹在賭 他們姊妹在賭 你剛才買兩間房子 老家還有一間房子 三間 還要買什麼房子 哦 聽說你負債50萬 還要買什麼房子 他們大 高中平大大學土木系的 博士在台大土木系當教授 又卡電來 這人啊 聽說你買房子 我問 小小 聽說你今天負債50萬 我問小小 這間房子有錢 沒有 沒有 你去住要買 去換新房子 我可以 去住也要買新房子 新房子也要買 沒辦法 沒關係 你不要去美國進修 你老到家賺錢 到達那個大 我說這樣也不行 我一定要去美國進修 已經決定了 看一個 電話給我告訴你 你這個小的 哦 他大姐也要把他黏了 相經 相大姐 這個什麼 這個都要把他相經 都沒辦法 網網條人出門了 出門了 他說 哎 這樣啊 你什麼時候出國 哦 八月 哦 八月 哦 聽說你買家嗎 我說是 有錢 沒有 沒有 他說你不是我付借50萬 我說是 那50萬就真正買家 出門了 會付借出門了 這樣不行 你年輕人 你出國以前要回來幫他改稅 我回來了 我好 好 我八月中回來了 講話 我坐在那 沙發面上 都不站起來 我一人而已 小孩子 你這樣 年輕人 不懂 不知道要聽哪一段 不知道要聽哪幾個年 沒有 我現在只要買200萬的房子 好笑 好惡 你知道 如果剛才你那一年是怎樣 我老身材 我不敢坐就贏 我爸 你不是每年都去 東京日本找你的朋友這途 我去日本這途 找我老一會 聊聊天 是去看環境 買家怎麼有 稍等 我說 你去東京日本 不是說 東京台北的家 70倍 300萬 去那3千萬一倍 一坪 這次說要再去呢 我這次200萬 我如果不買 不要說去10倍 去5倍就1千萬 我就買下去了 這樣 他人很聰明 他年輕時也乾脆出身 日本是來修法比喻就沒有訓練了 我們台南人說是 去日本一天走道路的 去打火的 沒有一區 沒有一路 他很聰明 他一直想說 對 我 東京台北的家 去10倍 這樣叫去 他想可能對 如果 如果去5倍1千萬 我們就50倍了 他說 你怎麼 你 你 要怎麼發路 我說 很簡單 我去進修 留心 我的薪水 在你口口 把貸款 500萬 英國10萬的貸款 到200萬的貸款 來分析付款的時候 這1,9萬而已 我的薪水是2,5萬 要剩6,000 我們公里 他的收集也是2,5萬 6,000 2,5萬 都3萬 他 有一間自己的 比較大間的家 三人 我媽媽 太太 跟 約了一個 三人 要想說 有夠了 他說 你出國呢 你出國 不用花錢 我說 我拿這麼多錢嗎 如果沒有錢 錢 扣兩錢錢 他說 他說 如果這樣 你有安排我就放心 他沒有話說 其他人都點了 真的 我坐拔桌 大一盞就 去皮膏了 那人不想 他會給他 你這個包軍 你這個獨裁者 說要怎麼 就怎麼 人家說都不合 哇 他會給我 打 用這個 對北部 一直給我 說你給他點了 你看 雜人 沒有出入 來話 沒有啦 你扣的經典是四的啦 我是扣外的啦 我告訴你 你現在 你生氣 你不高興 三條你就知道 三條他 兩百萬去到四百萬 我五條四百萬去到八百萬 你就知道說 你這 他扣一扣 你就在米肚皮 我說 我的叔叔很厲害 真的我 今年 今年 我就把我看 我去美國 過一年 他去美國 小孩子 在那 把他 寬 寬寬寬室 去那 賺一刀 加一刀 加一刀 加中文 那他先 賺一刀 錢 兩條 他就回來 三條回來 第一天 他會說什麼 咦 我們的隔壁 不會四百五十萬 那年 1987年的 暑假一回來 說我們的隔壁 不會四百五十萬 我韓價回來時 六百萬 還暑假回來時 八百萬 幾年 四十萬 八百萬 第二天 我回來時 我結束 學業 回來時 多少 各位猜看 一千兩百萬 那 我沒有發現 兩百萬 都借了 這樣借了 中小七人 借了三十 農民 借了三十 六十 倍 從這 一百萬 一百萬 讓你 借了 看 公交貸 不过表达都给你们钱赚了 感谢大家 所以要用鸡肥 不是用两个手去贪心 你也两个手 我也两个手 你两个手 我也两个手 你肩这样吃就贴了 大家都吃四小吃 大家都吃四小吃 你如果没有用脑筋 没有鸡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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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去联想 没有去推论 你就用两个跟两个手 跟一个四小吃 贪不吃 对啊 这我已经吃四千万了 我才有出发现 我一次四小吃 没有发现 都人购 都人购 当然啦 要是我的费贷钱 费贷钱 费贷钱 但是你就要衡量你的支付能力 只要支付能力有高 你就能做这些工作 所以要判断 为什么 我判断说房地产一直去 为什么 他就发现说的 借了 经常上营肥 一直在建家 经常上在198182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营肥了 如果一直营肥 经常上有什么事情发现 经常上一单营肥的时候 美元 这是 这是美元的数量 美元的价格 一个美元对台币价格 外汇供给和需求 经常上营肥一直在营肥的时候 外汇供给的增加 本来你要维持在40的时候 它有一个压力 要变成30 你如果要维持40的时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外汇存在 央行要维持40的时候 他要买这么多外汇一倍 当年都买这么多外汇一倍 这一个FXR一倍的时候 乘以NT$ 这就变成我们的货币 monetary base 经常上营肥是100亿 1块美金是40块代表 他就要发行基础货币 monetary base 要发行4000亿 当基础货币 4000亿出来的时候 你把它乘上货币乘数 乘上货币乘数 叫做multiplier 做三倍就好 这4000亿 成三倍 货币乘数是说 1块钱 1块钱 在这个 在这个社会流转 1年流转几次 我们做三次就好 就一千 一条2千亿 在那 一条2千亿 在那 在社会上 每年都做到一条2千亿 三年就三条6千亿 会通货膨胀 絶对通货膨胀 絶对通货膨胀 絶对通货膨胀要怎么看 基础人是 絶对通货膨胀的时候 什么不敢去架 多小的东西是世界上的 所以世界介绍 常在那边 未定当 但是非贸易 产品 人家 traded good 也涨价 这是物价 这是money supply supply 这money supply supply 是这样 demand是这样 demand for money 是这样 货币需求是这样 利率是在这 这是利率 利率也是价格的一种 所以凡是触及价格的东西 都要努力研究 租金 汇率 都是 现在 这个 demand for money 没有便当 但是一年把你灌 这样下去 加上这个 这个一兆2000亿 这个一点二兆 你看 什么 不怪 这个月 里面不是这样 月 太快 里面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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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是下降吗 是不是到现在来说 每年来政家的时候 变得吃来 像 4%也有可能 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里面是这样 里面是这样的 我借钱买股票 贪到真的行 利息 要有存 那时候 大家就去资钱买股票 我利利降低的时候 我资钱买股票 我资钱买股票 我如果资钱买股票 如果资钱买股票 他会去 因为今天大家钱很多 像我资金这么多 要做什么 资金这么多做什么 大家记得 如果1990年初期 1980年年代 1986 87 88 89 90 那时候 人家说 你人家拿钱买股票 你知道吗 要想你的保管好的时候 那就是通货膨胀的前兆 一旦通货膨胀 就是肥猫的财的涨价 股票 房地产的涨价 就是这样 所以 房地产就是 去到这样 走死人 这要 要设置 不是 唱卡拉OK 跳舞 八山 还有当家长 私家团可以改划 我是说这给大家做参考 那赶紧把我们 那要说的说了 才给大家没有问题 这我就说 V over C 我们就已经算出来了 V over C V的线值 除以C的线值 带来它都排列 所以我们告诉我们 有 有很多计划 计划一 那X1 它的V over P 我们把它填到处备更好 X1 V over P 等于3.5 我这 标是什么 强劲的需求 民众很需要 X2 3.0 X3 2.0 X4 1.8 X5 1.5 X6 1.1 X7 1.0 4.0 R.1 X7 2.0 X5 3.0 X2 X2 2.0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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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的需求這幾項來這需要一千三百 我們遺産還是一千億 遺産一千億來說 不要再增加 執行能力也只要一千億而已 如果這樣就要捨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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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執行這三種 這是我們的所謂的 有限順序的選擇 因為這很高的標誌它迫切需要 民眾的反應透過投票 可以去水水的指標 可以計算它的需求 的強度 偏好的強度可以計算 經濟化的時候很精細 打到高端的時候很精細 我在美國的時候收這個課令 收兩次 平常一個課令都收一次而已 我在美國收兩次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發展經濟 要投資的時候 不可以勿用 所以我們高端的工具 拿東西拿來放在我們高端 生活上來使用 因為高端的錢很優雅 特別是台灣人 人在台灣錢 影響的是什麼 去做政相交易 有這個款 這個影響 我們高端 我們很多人這樣 你去之前看很多都好好逮捕 對 我欠五萬 欠十萬 欠五萬 欠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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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去人地圖 因為他們不要照顧 他就沒有抵押品了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高端在 投資 人工房地產 還是要做什麼投資 都要精打細算的原因 這東西就給你精打細算 我說這是很粗錢 給大家做參考案的而已 這個個別企劃取捨 就是說 高端的時間 只做這三個 其他都不要做 即使1.8 不是說英國不要做 這個年度做這個 我們高端的年度 有預算就變這個 就變回了 變回了 所以我們常在說 你如果去管長說 這個工業要做 這個價格要做的時候 管長說 沒錢 不是沒錢 是他要做到不做 他有客觀去衡量嗎 他如果很主觀 他這樣 當然他的條件 的工作先做 你都沒幫忙到 他就沒去插衣 類似 那是 他個人的取捨 再來做到這裡 都做好 先選擇那三行 之後 這三行裡面 我們預算 便利預算的預算書裡面 要說這三行裡面 有什麼替代方案 X1有什麼替代方案 X3有什麼替代方案 X3有什麼替代方案 讓長官去做一個最後的裁定 那替代方案 也要做一個簡單的成本 消費分析 你這個預算 預算書才是完整的 總而言之 是一條 做的時就困難 做的時在台灣完全沒有照這條來做 他說我也是PPPS 隨時亂來 你看他的預算書就很清楚 但我看美國的那些 度期的預算書 做得很上學 做得比較理想 所以這是很難 我們的行政人員 應該要做的工作 我看官家剛才四十分 要四十五分 我就在這裡打住 看各位有什麼問題 要問的嗎 或是 如果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就說 我是用很多話要說 我是怎麼判斷 在這裡說 剛才說 房地傘的傾施 是因為這個東西的關係 要有另外一個關係 就是他的 稅制 台灣的稅制非常不合理 特別是 房地傘的稅制 有關房地產的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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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地下稅 增值稅 跟房屋稅 我們的地下稅很辦理 特別是土地地窟 地下稅的稅制非常複雜 因為它累進 所以有一個累進起點地價的規定 結果 台北市的累進起點 這三千萬的時候 台東館這五十萬 就起跳了 就開始跟你累進了 台北市的房地產 在三千萬價達 以上才跟你累進 怎麼計算呢 一個七公母 差不多兩百十平的土地 三千萬以上才跟你起跳 台東市七公母 二百十平的土地 二百五十萬以上就跟你起跳 所以台東的稅 比台北市的稅 跌五十六% 你知道嗎 用這個來比例 你把它計算完 的時候 發現 台北市如果是一 落的稅如果是一 台東館的人 就要落1.56 這樣意思 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 一塊錢的稅 那邊就要 一塊五十六 多五十六 你想要 所以整個地區 農業地區的土地稅 是比台北地區 比都市地區 高雄地區 高雄市到台東市都幾個 很高 這是不合理的地方 這是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國所在都不一樣 按照獨立 按照空間經濟的原理 一個土地區 中心點在這裡 在中心點一公里的範圍 兩公里的範圍 都在這點跟這點的地價 都要一樣 規定的地價 公告地價都要一樣 公告地價 這點跟這點要一樣 這點跟這點要一樣 這樣 一空面上都一樣 一個空間的平面 沒有公共 沒有公共財 也沒有公共有 沒有public good也沒有public bad 這個情況之下 都要承 他現在不是 他現在來一個公告地價的時候 他說他的市價是 這10萬 市價10萬 結果他的公告地價給你頂1萬 這個給你頂2萬 不一樣 這樣時候你的稅率就不一樣 你的稅付就不一樣 稅率就不一樣 稅率都不一樣 這是公告地價 公告限制 他給你頂5萬 這個給你頂4萬 不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公告限制是徵收補償的費用 徵收補償的 會根據 公告地價是課地價稅的根據 所以你看 這麼亂 一個都市面上 一樣一空的範圍 都10萬塊的市價 叫公告限制 這5萬 這4萬 公告地價這1萬 這2萬 亂七八糟 按照杜利 這已經在一樣一個度 都不一樣 這是一個 這是台北市 是這樣 台北市比較普通 台東市 還是說這個 都途方 好啦 沒有途方 這也很貴 接近的可能是苗栗 我們說苗栗 苗栗大概是這樣 跟高雄 找個高雄 這點來說 按照杜利 都一樣 這空跟這空要一樣 結果也沒有分歧 所以全台人亂七八糟 這是 都不合理的 按照杜利是 這10萬 這空也10萬的時候 水輪都一樣 Q水都一樣 結果這10萬的時候 公告地價 這是6萬 還是8萬 公告限制是8萬 公告限制是3萬 公告限制是10萬 公告地價是5萬 類似這樣 都不一樣 分歧 分歧到這麼厲害 這不一致 所以變成 政理事務 可以敲來敲去 地價平衡 水電幣 這是第一個 最不合理的地方 再來第二個不合理 土地增值稅 很高 現在說40% 要是很高 過去60% 60% 即使是80% 最高 最早期 上岸的時間 是18% 100% 總是給你Q 就是公告限制的倍數 按照公告限制的倍數來累進 最高的給你Q 100% 100%的稅 你的公告限制 錢都要付 都要付 那不合理 所以公告地價 那個 公告地價的稅率 清潔 美其人說 1.0 1.5 2.5 3.5 在現在 4.5 到5.5 但總平均稅率 1.04% 這是明目 Luminal 明目 你用實質價格 在算 0.0001% 這是地價稅 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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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60% 50% 到40% 平均 是 14.3% 各位 你想 0.0001 到14.3% 差幾倍了 所以 變成一個 房地傘 大家都想 哇 公告 土地錢 這麼多 我一旦有土地 我就外賣 外賣 外賣的時候 產生什麼經濟效果 在這裡又出來了 需求供給 地價 土地 土地 這裡外賣 的時候 本來價格是 在這裡合理價格是這樣 一平十十萬 現在 因為 大家知道 這個水這麼重 我怎麼變這樣 所以它就這樣蓋 這樣蓋 這樣蓋又沒有嚴重 都市化的管理 需求一直增加 又蓋到這裡 一直增加 又蓋到這裡 又蓋到這裡 一直蓋 又蓋到這裡 你要想看看 八年三遍 就蓋了 臟的無止境 因為這個水智 我剛才研究四十年 我是無錢而已 不然我會很負責 我真的不知道說 我 我有這個分析的能力 結果沒有人敢把我導出 沒有 我鼓發說 沒有 沒有 這是不負責 因為我們 民進軍拿到的時候 我們要把電路兵 等於 我們把這個 不合理的水智拿掉 白亂傘都下了 如果流氓男人不敢讓我們灌 對對對 那個就是流氓男人不敢讓我們灌 他們會離開 所以各位現在白酒大陸的 幫我們弄下來的時候 要去買那些好處 買起來這樣 我是保重這點 所以就說我放年輕人要託一下 人都要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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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了 湯先生有問題 總理 剛才您這邊所介紹的 是全世界有哪幾個國家是這個樣子 那是土地稅制 土地稅制 你問的對了 全世界都沒有這個稅制 只有台灣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黨國體制 黨國體制 他給你剝削 你們男人投入這麼多 我幫你 要去求黨歲 你知道嗎 求你黨黨 你如果是 以前60%的時候 有一個阿公 經常發生這個大事 不如說好下 20年前 有一個阿公 死 讓他們 兒子繼承 就立一次60% 遭受了 沒多久 還有幾年 他們兒子 死起來 讓孫子繼承的時候 還有60% 20% 百分之百拿起 就要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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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草拉政府 他當時真的不給土地去年 你看這個事情 這水有夠重 他們沒有土地嘛 所以給你休息 這也造成很大的障礙 對經濟發展很大的阻礙 因為什麼 但是你如果在高雄 你在高雄做經歷 台北說你表現不錯 所以來做副總經歷 你已經出50坪 你現在買了一千萬 那一千六歲 兩百萬 現在買了八百萬 你去台北買一個便所 所以你不敢買 你為什麼不買 不買把他放在那裡 那間是空的 因為你也沒有做人 就你做人做金也沒有 因為五十坪 可能只要做人一萬 無補於是嘛 所以我們來台北上班 那間是空的空 台北也一樣 現在那邊買的錢 四千萬的房子買的錢 可能 正六歲可能五百萬 五百萬我也不敢開 所以說叫我去高雄上班 我這間就是放在那裡空 不敢做人 然後整個那裡 還有幾個人做廚 這樣 很多空廚 全台灣很多空廚 就是這樣 完翁 不敢做人 不敢賣 他賺錢 所以一直拖拖到四隻 他轉天氣 才發聲 才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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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間社會新聞很大 我一直在說 一直在說 把他揭出來 他們很不滿 劉王南面 那些學者很不滿 他們也不要改 政府也不要改 我已經分到三十幾年了 為了這個土地歲日改革 我分到三十幾年了 剩下很多分鐘 我已經我自己生住 把那些都揭出來 他們就沒辦法了 忽補於是 非常感慨 再來有什麼問題嗎 不用擔心 不用怕 有問題 有人去走 走一次走 問題一樣 要向 來 那有 你說 你說金 我們是說 這個 把他人家把錢花一千萬 那這個四十萬塊一塊之後 再兩年 我們要揭他人家怎麼揭 恭喜齁 你就贏了多少 四十五一塊錢 你贏了多少 一千萬除以四十萬才多少 二百二十五萬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啦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塊而已 所以你現在有 你如果不去就去貸款 我問你重點 好 謝謝 不過是這樣啦 那個最近那個 公共政策中心主任 他有下一位文章 講將來這個要怎麼處理 將來要怎麼處理 如果人家貸款你要行的時候 要怎麼去處理 他有什麼這個 我一手不記得 我不在意他的下文章來 他有什麼帝國的經驗 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經驗的時候 他的貨幣是很軟的啦 換我了解 換我了解 這樣齁 他都有一個規定 一個比例來兌範 他有規定比例來兌範 就是說你對輸人的貸款時 最好是一對一啦 沒有你輸人的七參 我這請你一千萬 結果你現我一五塊 就害了這樣 另外就是說這個四十萬這個案 最好我們要跟美國的顧問去討論 不是我們自己可以絕對定案 秘書上是說我信誓 但我還是很煩惱到時候 沒辦法執行 你說十萬萬一塊 可能大家都會可以接受 你四十萬萬一塊 那些人會幫你兵你就會 這就很麻煩啦 我們也不希望說大家要搞不愉快 不過那是貪污惡得的全部充公啦 那你確定可以想見的啦 財產也充公啦 人家貸款都幫你動結 這樣這是有可能的啦 好 要有三個問題嗎 來請 請 我們可能將來不一定說 不是說一定要一塊美金 一塊台幣 贈台幣對一塊美元啦 因為我們自己獨立的貨幣政策的時候 就是這次用三十塊 來兌換也沒關係 台幣對台幣 台幣對美金 我們才有辦法自己獨立的貨幣政策 這是合作員一直主張的啦 這樣啦 所以這個東西很技術性很困難的啦 我看那個紀教授的文章 我很有感觸 說政策複雜我們過去都沒想到的 這個名字是 貨幣經濟學的問題啦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有特貨幣經濟專家的 來幫我們倒三天 到最後的時候 對我們文化台幣 絕對不會吃虧 特別是我們在這裡多的人 有ID的人 絕對是1塊對1塊 其他人 我們要把他差別待遇啦 所以跟你們親家五十塊 比較快 我過年的時候 在七十塊辦一個 辦五度 來五十幾個 在我們三個那裡辦五度 辦五度請大家吃純酒 要先那裡那裡那裡 五十塊的人來 我就跟他說這個事情 叫他們大家都要來申請ID 對啊 因為這很重要 涉及一個人的 一個人中來的錢的問題 所以這很重要 你們公開的地方跟他們說 讓他們大家都來申請ID 我們的親家朋友 大家都不要到時候吃虧 才在那裡嚇 沒有到時候就嚇 你說你怎麼不跟我說 到時候我們就很難交代 我們要跟班傑公開的 所謂會跟他們說的時候 我有跟你說過了 那時候跟你說我很賣 你沒來 你自己沒去申請 那是自己付籍的 變成這樣 我只要把我那裡的親家五十塊都有交代 說 我秀我的ID給他們看 台灣政府那個 身份證我拿給他們看 給他們看 有這個東西出來 你們看 想說大家都去申請 不要再拖刷 補助有的也有看 不是沒有看 他都 人家說那個 萬倍 一萬倍都沒來辦 還懷疑態度 搞什麼搞什麼 搞有可能 搞有可能 你用什麼力量去把國民黨安度 現在要是民進黨的思考 還是李政委的思考 都不對 我們來這裡接受法理論需要 才是我們的思考要朝 朝野前進 我們才會進步才會成功 好 要有什麼問題過來 來 請 我請問一下 那個林秘書長是說 我們執政之後不用講稅 那我就想說 那我們政府的裁員又從哪裡來 你煩惱這個喔 這煩惱是應該我煩惱的 你煩惱 不用繳稅是不用對中華民國繳稅 也不用對美國繳稅 也不用對日本繳稅 但是我們建設 我們開用的要是要交一些稅 但是我們的稅 盡量是對關稅來的 對關稅 如果你 各國 社會各國要做的東西 來我們這裡 我們要給關稅 這很重要 我如果敗了 我們要錢這麼多 你不知道喔 民主黨不需要幫你算給你聽 我們主權很豐富 因為那是人民的物資 美國禁止日本開採 禁止日本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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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有規定 我們對釣魚台 經過台灣 去到海南島 南海那些地方 這裡有很多的全世界儲存量 最多的 估計有60條美金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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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期的時 當然台灣末期的時 台南有一個口座 可以生產石油 我們台灣也有天然氣 有石油的地方 就有很多天然氣 美國說 你台灣美國不可以幫他開採 這是等我們民政府接 鐵領政權才可以開採 到時候我們賣天然氣 就賣掉了 你們都賣家 都賣家 天然氣 都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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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我們 我們 國鋒外交 我們交給 USMG去法律 我們就賣4千億 作用的開銷 然後 我們的基地 政府美國的時候 一位都賣家 收10億 或是100億 我們想說 青春天基地100億 加山基地100億 例子 我們所有基地 都賣家 5千億 賣家很大 要5千億 作利 我們怎麼會沒有錢 另外就說 我們的官員 我們的政府官 我們的行政官 都不可以貪務 貪務都槍斃 大家都不敢貪務 不像現在 中華民國的體制裡面 1千元開出 只有三百萬 台建設 七百萬台本了之後 我們就有錢了 對 所以我們不知道 大話講在前面說 兩位跟大學比较 都政府給你負擔 這樣啦 免費啦 先給他自己負擔 你就成功了 免費 但免費之後 我們那個學生會認真 我比較煩惱而已 我都免費了 我都來送客 我都不去做人家 不去向我賺錢 這樣就好 不然美國 社會這麼貴 所以美國孩子很賺錢 對 社會會很高 所以他就要賺錢 不然你老婆說 我沒錢給你賺錢 你要賺錢 要賺錢 去做工 打工來的錢 去立社會 他說 我是老貨老貨 賺錢來賺錢 我沒有認真 你怎麼可以 所以 最好心 認真 有問題就怕手 有問題就怕手 老師如果沒辦法回答 就給學校說 這老師不行 叫他走 我們這不是 免費了 很多爛女充士的高雄 現在到處都是爛女充士高雄 很多高雄 我不要說哪裡學校 社會有兩個學校 我很希望 用很多政府的錢 用很多我們的錢 結果很長 我還記得有一個學校 有一個大學 被那個評鑑排名 第48名 那哪裡學校 他們全部都抗議 去抗議教育部 為什麼公開公公布這個東西 對抗議教育 你不記得嗎 五六年前 有一個大學 國立大學 被評鑑 全台灣的排名 第48 比很多私立大學 都來的後面的那個大學 什麼大學 你說 這邊說的才對 政治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在台灣的這個各大學裡面的 評鑑的排名是第48名 我的孩子 買特政大學說 什麼都知道 就是這個學校不能去 你知道嗎 我去擔任他們的博士論文的口試 委員 三百個對頭到不都抗議 這樣說一定會有過 如果沒有過 他會考慮 他做講師 他就沒辦法得到聘書 所以要跟他通情要考慮 如果學術帶有這樣的感情色彩 他要怎麼進步 從上到下 整個政大從上 都一樣 霸條條 全台灣的行政界 官街都政大 學校都政大 只要有一個政大學 會考慮 跟這個學校 這個學校 就一直堅持堅持堅持 政大學來 精心繁殖 所以這個學校就暖了 就沒效了 你看青銀大學 就很電性了 政大學跟這個學校 你的孩子 你不用想要 讀什麼東西 讀什麼 讀什麼 讀一個拼書 讀一個畢業證書 讀一個證書 你叫他做什麼 沒辦法 要有問題嗎 要有一個來 最後一個 鋼山空軍 有一個機場 那多大 好啊 很大 什麼用度的 對嗎 欸 現在都軍事用度 都沒在用 喔 這樣阿爸 我們可以拿得來用 那都我們 以前都我們的地很多 如果你的地政 你的政事都流來 阿爸行人 你說滑落土地 所有過期 去有 去有共同情緒的土地 你如果要有土地所有權壯 都要來土 三七五 三七五 這個問題比較大 好啊 我們這麼多三七五 這也很不動力 這也很不動力 這三七五也很不公平 現在都 還要讓一個百責署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長頭 傳長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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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如果所有權壯都可以透過 透過法院訴訟 透過法院訴訟 好 所以 如果有這個情形 大家 古早的權壯都要流來 所有權壯都要流來 所有權最大 有所有款 你就可以改革一切 對 要賠償要補償 要給人家補償 對 可是你如果沒有做 我們錢給你 土地給政府 充分的補償 那幾個都沒有幫你 充分補償 這是不對的 這個問題很大 全台灣土地 都去給他 補償了料的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就要客戶吃飯 謝謝 謝謝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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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